所以現在從民眾黨黨部偷東西 還有資格 如果你有黨證 或是你是黨工 現在有什麼名字 如果是賺錢 那黃國昌就會原諒柯文哲 黃國昌有沒有原諒柯文哲 一定原諒 為什麼 你看謝國良 他前兩天不是證實嗎 大致上是這樣 謝國良的長輩欠兩百萬 要管給民眾黨 這兩百萬現在到哪裡去了 沒人知道 如果按照一個正常的黨 應該會說 我們一定會去清查 其中有沒有人上下其手 把本來應該存入專戶的政治獻金 那為其有 如果有的話 不管是誰 我們都一定要查辦 這才是一個正常主打新政治 要超越藍綠 應該有的樣子 結果到現在 我還沒聽他們問說 沒聽他們解釋過說 那到底有沒有這兩百萬 我只聽他們講四個字 科幻小說 所以我現在越來越理解 因為我經常研究黃國昌說話的藝術 其實他如果講科幻小說四個字 那有可能是真的 就是你知道 他講科幻小說的時候 那有可能是真的 因為只要是他認為一定是假的 他都會嚴正的一直講 沒有這事情 怎麼可能有這事情 然後連續講個三天三夜這樣子 對 但是你看兩百 還有這個營住三百 這些等等 他都只講科幻小說 還記得那個隨身碟 USB的新聞剛出來的時候 他們也說是科幻小說 可是現在逐步證實了 好像真的是有這個表格 沒錯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大老闆 連續被約談 對於這些後面 科幻小說 逐步成真的時候 都不會再回應 這就是他講話厲害的地方 大家要學起來 你要從這社會新聞當中學習到 講話的因素 我跟你講 他這個說話的藝術非常高明 首先如果說 你今天有做壞事 那被人家講 你一開始就說 這是科幻小說 我們不回應這種無稽之談 然後逐步證實之後 他說怎麼可以講出來 怎麼可以掙扎大了 我長得像科幻者嗎 幹嘛來問我 怎麼可以說出來 有人叫你說出來嗎 這樣子你就是不敗的戰神 那除了黃國昌的態度 你看Grace就說了 偷相機你就報警抓人 黨主席偷錢你怎麼不查 橘子去那邊搬錢 你怎麼不緊張呢 奇怪 搬的也是民眾黨錢 可能也是科幻者自己的錢嘛 是啊 我就同理可證 那個時候你要 那個任俊哥在這邊 那時候你要那個假帳事件的時候 你們怎麼不去報警 橘子是一個單純的人 橘子是個那個 當時你們怎麼不去報警 端木證 這個做假帳的時候 你們怎麼也為什麼不去報警 而且這個民眾黨的端木證 莫名其妙給了這個 木可公司的端木證一千多萬 對 當時就應該報警啊 就應該報警啊 那還記得吧 他們去找那個小禮便當店 我們在那邊笑說 哇 便當店怎麼會九十六萬 你們大軍在高雄辦活動的時候 你幹嘛不去報警 那時候也應該報警 也應該報警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當我們在講 林彥鳳壞死了 林彥鳳在那邊講說 四千三百萬 不是他在那邊講說 誰公佈這些資料 林彥鳳你這哪資料 這是幻想啊 科幻小說 為什麼不去報警 叫警察抓人啊 誰洩漏這些資料也應該去報警啊 對不對 那這四千三百萬 為什麼不去報警 那這個橘子 剛剛講 橘子拿那個四百萬的時候 更應該報警啊 這四百萬 民眾黨的錢 而且據雜誌講的 是到黨部裡面去拿錢 黃國昌 他們不是一眾的 民眾黨的人都說 黨部裡面沒有錢 黨部裡面沒有 科幻哲的辦公室 那怎麼會有那個四百萬呢 所以應該去報警啊 既然這麼相信警察 連一個偷鏡頭二十五萬而已 都要去報警了 為什麼這些以上我講的那些事情 不去報警 所以嘛 我真的覺得 有一句話 古言叫 進朱者赤 進末者黑 我不曉得這個是不是適用在民眾黨裡面 民眾黨給我的感覺 現在真的是從上到下一團亂 剛剛是講說 是不是因為 柯文哲不在了 所以亂成一團 不 是民眾黨還在的時候 柯文哲還在的時候 他們裡面就亂成一團 就是一樣亂 所有的民眾黨人就唯 柯文哲馬首是瞻 柯文哲你只要愛我就好 你只要看到我就好 然後所有人在那邊 鬥來鬥去 鬥來鬥去 那原來除了鬥來鬥去以外 還有這個 所有對這個 彼此之間勾心鬥角啦 彼此之間 嗯 我這樣子ㄎㄎㄎ 你也ㄎㄎㄎ 原來這是這個黨的共同文化嗎 如果聽到這邊 小草你難不難過啊 小草你傷不傷心啊 到現在小草你還堅不堅真 你還可不可以變成鐵草 好所以請教他瞄 我有個疑問喔 那你看啊 就像剛剛小方姐所說的 那那個時候啊 橘子如果去黨部的話 我拿了四百萬 我不小心可能也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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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國昌應該緊張啊 民眾黨應該緊張啊 趕快報警啊 或者是柯文哲 把應該民眾黨的錢 放到自己的USB的內帳裡面 民眾黨也應該報警啊 怎麼都沒有處理咧 民眾黨就是遇到了 他們真正在意的事情的時候 就會淡化處理啦 這個黃國昌過去他給大家的印象是什麼 即使是幾萬塊的錢 他也要追到底 對不對 你們這個單據有幾萬塊發票 對不起 出來說明 我們要查清楚 告證目正 但是呢 對 但但民眾黨大概有兩千萬的發票 對不起 他沒講過話 我們現在還在查 他們現在還在查當中 他被問到他說 不清楚 不知道 還有其他的嗎 你看這是他對不對 那你看喔 他對於檢調 去搜索民眾黨黨部 東看看西看看 他都說 你怎麼可以亂翻這些 這些抽屜都不是柯文哲的 你怎麼可以看 不像說他已經知道說 民眾黨只有柯文哲有涉案 其他人都沒涉案一樣 我覺得很奇怪 可是真的有人從民眾黨 淘汰東西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什麼 今天第一個剛剛大家前面講 他第一個質疑的是 怎麼媒體又知道了 怎麼沒有告訴當事人 在黃國昌的理想世界裡 記者是跑不出新聞 記者是不會跑新聞 記者都只能報導什麼 報導人家的新聞稿 人家的聲明稿 記者都不能自己挖出新聞 其實警方會給我們 記者聲明稿 他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記者會去查說 居然是在民眾黨黨部才發現 這個案子 這樣子 你知道對於所有的社會新聞 報導裡面 黃國昌 他從來不曾講過 其他的案件 怎麼記者知道新聞 只有唯獨對這一件 他們自己的案件 他說 怎麼記者知道了 第二個我還注意到 他有講他說那個黨工 因為他已經認錯道歉了 所以也原諒他 我覺得這麼奇怪 很奇怪 你真的有人從你那邊偷東西了 你反而寬大而為懷 因為他是小草 還是他是黨員 還是嗎 我們現在就想問他說 所以現在從民眾黨黨部偷東西 還有資格 如果你有黨政 或是你是黨工 對 現在有什麼 米仔 如果是賺錢 他才會 那這樣的話黃國昌 就會原諒柯文哲囉 黃國昌 有沒有原諒柯文哲 一定原諒 為什麼呢 你看謝國良 他前兩天不是證實嗎 大致上是這樣子 謝國良的長輩 欠兩百萬 要關給民眾黨 這兩百萬 現在到哪裡去了 沒人知道 如果按照一個正常的黨應該會說我們一定會去清查其中有沒有人上下其手把本來應該存入專戶的政治獻金那為其有 如果有的話不管是誰我們都一定要查辦 這才是一個正常主打新政治要超越藍綠應該有的樣子嗎 結果到現在我還沒聽他們問說 沒聽他們解釋過說 那到底有沒有這兩百萬 我只聽他們講四個字 科幻小說 所以我現在越來越理解 因為我經常研究黃國昌說話的藝術 其實他如果講科幻小說四個字 那有可能是真的 就是你知道他講科幻小說的時候 那有可能是真的 因為只要是他認為一定是假的的事情 他都會嚴正的一直講 沒有這事情 怎麼可能有這事情 然後連續講個三天三夜這樣子 對 但是你看兩百 還有這個銀柱三百這些等等他都只講科幻小說 還記得那個隨身碟USB的新聞剛出來的時候他們也說是科幻小說 可是現在逐步證實了好像真的是有這個表格沒錯啊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大老闆連續被約談嘛 對於這些後面科幻小說逐步成真的時候都不會再回應 這就是他講話厲害的地方 大家要學起來你要從這社會新聞當中學習到 講話的藝術 我跟你講他這個說話藝術非常高明 首先如果說你今天有做壞事 那被人家講 那被人家講你一開始就說這是科幻小說 我們不回應這種無稽之談 然後逐步證實之後他說怎麼可以講出來 怎麼可以振扎大了 我長相科幻者嗎幹嘛來問我呢 怎麼可以說出來 有人叫你說出來嗎 這樣子你就是不敗的戰神